好 接下來我們持續來關心的是 民進黨在雙北市長的佈局 現在傳出的是 潘孟安要跟陳時中組成雙北隊 好 來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 陳時中現在還是機率蠻高的 但是新北市 潘孟安現在還沒有給出答案 現在有人說 如果潘孟安真的最後拒絕的話 那麼民進黨方面就會來勸勁 林宥昌投入選戰 對此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 其實他有一些分析跟解讀 我們來看到7月12號這一天 將會是陳時中 他的新書《戰役堡壘》的發表會 但是郭正亮他指揮了 你聲稱打過美好戰役 不過內容只寫到今年4月份 這是不是就是你的參選起手勢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5、6月之後整個疫情死了非常多人 是不是不方便寫出來呢 好 郭正亮他也分析了 陳時中很有可能會在新書發表會這一天 宣布他要辭去指揮中心指揮官的職務 因為在7月17號 馬上就是民進黨全代會的日子了 好 但是郭正亮他進一步也點出了內幕 他說其實近來蔡英文有遇上了三個挫折 這三個挫折是哪些呢 首先來看到就是林佳龍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林佳龍他一直積極備戰 想要選首都市長 但是傳出的是黨內想要叫他改選新北 可是這個部分呢小英勸都勸不動 好 我們來看到還有的就是羅智鎮 其實民進黨原本也是屬於立委羅智鎮來參選新北市長的 但是這件事情最後他也拗不過黨內派系 好 郭正亮他也提到他認為蔡英文有一個折定做得太快了 就是新竹市長的選戰 他說呢憑什麼是沈慧紅來參選呢 其實民進黨在新竹是有很多人都在積極布局 但是沈慧紅有幾個人認識 難道憑什麼是林志堅交代要提名他 外界就提名他呢 因此他也認為說這些就是蔡英文進來遇到的好幾個挫折 還要來看到的是趙少康他出主意了 他說不如現在派蘇貞昌來選新北市吧 可以和侯友一再對折一次 年底大選開戰 民進黨雙北市長人選未定 不過有消息傳出 指揮中心陳時中要選台北市長 新竹市長林志堅要選桃園市 屏東市長潘孟安要選新北市長 北北桃三都形成了落跑者聯盟 民眾又是怎麼看 怎麼屏東跑來新選台北人 人家認識他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在南部跑到台北 他來選應該也不耽誤 有點錯愕 想說為什麼好好的不當然後跑去其他縣市 沒有擔當 應該要在自己就是在自己的縣市做好 贏得人民的信任 而不是跑到別的地方 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民眾自由定奪 太沒有責任新人 為什麼他為什麼還在認齊還跑去桃園 怎麼我就 我現在不懂年輕人 我們真的不懂 我們以前不會 我們本地人就會在本地選 你這樣誰認識你 你說你曝光力很高 也不見得 去選桃園 桃園的人會認同他嗎 因為他不是桃園人 台北市長是陳時中 陳時中是不錯啦 印象蠻好的 要跑這麼遠 就是還要花時間去熟悉 他們那個縣市的這些規定這樣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想法 那我想民眾自己會判斷 現在大家的選民的一個知識 水準常識都很高 認為落跑者的心態是什麼 那當然是謀求更大的一個利益 要不然下來之後 也不曉得要做什麼 沒有他的位置了 市中真的可以當市長嗎 我不太確定 能者多老啊 如果說有那個能力的話 那當然是可以 可以那個啊 他們常常都在本地 都做得不錯 都做得不錯 那如果能夠說 因為他們也是快起碗了嘛 如果起碗到別的地方去 是正常的話 給市民的角度來說的話 感覺怎麼樣 比較不好吧 這樣比較不好 因為畢竟他們不了解這個都市裡面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不太適合 針對裴北陶三都的落跑者聯盟 我們剛剛做街訪 有民眾認為 南部的潘孟安要北上來選 新北市長會不會太遠了 有人認識他嗎 你們有什麼不同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我們 旺旺水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約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啊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的容量的物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